上节课讲的是这个声音的三要素 是吧 声音哪三要素 音调 音色和音量 对吧 波的三要素呢 波的三要素 啊 振幅周期频率 对吧 回忆一下啊 咱们这节课讲什么啊 从单轨开始讲起 最开始呢 咱们讲一下这个 新建波形文件啊 怎么参加新建波形文件 首先要进audition 对吧 在audition里面 哎 在文件这块 哎 你点一下文件新建 首先你在编辑模式下啊 不能是多轨模式下 多轨模式下 比新建不是啊 编辑模式下 在文件新建 你就新建一个 单个的波形文件 那么这个新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三个东西 一个叫采样率啊 还有一个叫通道 还有一个叫分辨率 哎 这咱们现在还都不太清楚 都不太清楚怎么办呢 回头再一个一个细细到来 为什么不现在讲了呢 因为我主要考虑到 大家这个听了好几节课的概念 是吧 哎 说这老师讲的倒是挺挺挺有意思 但是呢 他总讲概念 总讲概念 他一点操作不讲 这别是一点不懂 audition来这儿蒙试的吧 哎 确实呢 有点这蒙试的成分 但是呢 学概念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操作 对吧 哎 从实验中来到实验中去嘛 你必须把它提高到概念的层次 哎 这样你才能指导实验的时候更好 啊 你说什么呢 啊 说句这个 这个以前有个人说叫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在 就是既不能专注于概念 又不能专注于操作 啊 还有句古语说的好吗 光说不练 光说不练是 光说不练什么 啊 假把事 光练不说呢 怎么样 啥把事啊 又说又练 怎么样 才是好把事 啊 你怕是天桥卖艺来了 那么咱们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这个普通波形啊 其实这些概念呢 回头下节课下下节课都会讲到 那么新建了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怎么录呢 在这个有一个录 这个控制器 这个很像那个磁带的那个底下 那个控制器 是吧 播放啊 前进啊 就倒到这边头 是吧 倒到这边头 那么现在没有 它没法倒 是吧 那么有啊 咱们怎么怎么录 录点什么 为了体现我这个比较卓越的这个中文的古文水平啊 我觉得一定要用唐诗才能表现这种我的功力 对吧 哪首唐诗呢 哎 这首唐诗呢 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 是我认为相当难的一首唐诗 没有听说我也不要着急啊 啊 听一回声二回熟 慢慢的你也会背这首唐诗了 啊 其中的意境啊 太美了啊 咱们听一声 听一下啊 额 oh 额 额 俱向 相 天歌 白毛 浮 绿 水 红掌 波 轻 波 好 这呢就是一首唐诗了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用这个鼠标啊 你在这点住了 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时间点 对吧 你摁住了这一环呢 出现一个选区 那么比如说我在这个选区点一下 播放 那么我如果循环播放呢 误看不行 结尾 从指针处一直到结尾 从这就不循环了 那么还有一个是到最末尾的头 黄线色这个两个点 这条黄线啊 就是鼠标指针的 就是当前的位置 我如果在这一播放 就是最后一个字 那么快进呢 比如说我在这 我快进 是不是他这个在动啊 确实在动 那么按住了呢 动得更快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些编辑操作了 什么样的编辑操作呀 什么样的编辑操作 首先有这么几种病症 第一种是失忆症 第二种口吃 第三种这个哑巴 怎么对应起来 失忆症什么意思 失忆症就是说了上句往下句了 比如说现在是 从头到尾听一遍 鹅鹅鹅鹅 去向向天歌 白毛 独绿水 红掌 波 清波 好 那么咱们比如说他记错了 他忘了这句这个 这个去向向天歌了 他直接被称什么了 被称这红掌波清波了 咱们这怎么做了 一下变了没了 右键 在这有一个剪切 看到吗 剪切复制粘贴 这也不用说了 对吧 点一下这剪切 或者在编辑师图里面 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剪切 快捷键 Ctrl X Ctrl X Ctrl C Ctrl V 咱们都很清楚 对吧 在这儿呢 再粘贴 Ctrl V 一下 这时候再听一遍 鹅鹅鹅 红掌 波 清波 这是不是就被错了 咱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一段的都是界限很明显 对吧 白毛 独绿水 红掌 波清波 说这口吃怎么回事 口吃怎么回事 口吃这么回事 比如这鹅鹅鹅 它多说了一个鹅 在这边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听一下这个 这应该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 控格啊 可以达到这个播放的效果 比如说我在这 我点一下播放 是这个播放效果 我点一下控格 也是播放的效果 我在这个位置 选择选区之后 Ctrl C Ctrl V 我再放到这儿来 诶 等 我再放到这儿来 然后Ctrl C 然后把鼠标移到这儿 在这儿Ctrl V 咱们先听一下这前两句 好吧 鹅鹅鹅鹅 好了 红掌 波 波 清波 哎 贵人语化词嘛 有个人他就是这结巴 那没有办法 没办法 是吧 这个结巴 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没 没办法啊 这你就别提结巴 你给结巴 老提结巴 他自然而然就结巴了 是吧 我这是装的结巴 对吧 那么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哑巴 这哑巴怎么回事 首先啊 比如说 这个私人在做 做师的时候 吟师做父的时候 哎 他有的时候呢 他会愣一下 思索这个下句啊 说上来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下来是什么 他会静静的想一下啊 怎么想啊 哎 点这个生成静音区 让他想一秒 哎 在这儿呢 再生成一个静音区 又想一秒 风吹水面层层浪 是吧 雨打沙滩 怎么着 哎 那么在这儿呢 又一个静音区 那么咱们再听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他是不是中间 就愣了一段 那他说会添加生成静音区 怎么才能把这个静音区删除呢 哎 全选了之后 在这个这个边际里面 有一个叫做删除静音区 首先他让你告诉他 什么叫静音区 什么叫音频区 什么叫静音区呢 哎 38分贝以下的就是静音区 什么叫音频区呢 哎 34音贝以上的 大于25毫秒的 这样叫音频区 那么扫描一下 好 咱们可以扫描到这么长的 是静音区 再一确定 哎 咱们再听一下 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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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掌 波 波 青波 趋向 向天波 白毛 服 绿水 好 哎 那你怎么知道 那一段 他就是扛车 扛车在 扛车车 编辑里面也有一个撤销 是吧 撤销 扛车 就撤销 你怎么知道这段 就是那么大呢 那么我怎么知道呢 我把鼠标啊 在这个位置右键 往这这么一拉 我会看到 这一部分 是不是被放大了 是不是这个振幅被放大了 振幅的中心在哪呢 振幅的中心是零 对吧 首先咱们找一下 振幅的中心服务穷 他为什么服务穷啊 振幅的中心 咱们还用这个分贝制啊 振幅的中心是服务穷 那为什么是服务穷啊 这个呢 咱们回头再讲 你老回头再讲 那什么时候讲啊 回头回头再讲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删除的 这个是生成静音区 对吧 这个是被定义成静音的区域 他是不是也被删掉了 你可以听到 基本就没什么声音 全是噪音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生成静音区 那那你想恢复原状怎么办 点下这个全屏缩小 这样的恢复原状 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就被删掉了 那么 这个失忆症 口吃不哑吧 咱们分别讲了 这个复制粘贴 剪切粘贴 这个是剪切粘贴 对吧 Ctrl X Ctrl V 你注意选区选好了之后 然后你把光标 你得这样一下 比如说这一段吧 Ctrl C之后 到剪切完了 你直接Ctrl C 有没有用 Ctrl V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在这个位置 再Ctrl V 这样就有用了 你再听一下 趋向 是不是也有用了 另外一口诗 还有假吧 就是生成静音区 生成那么一段静音 没有声音的区域 然后删除静音区 你要告诉我 这个audition 什么样的是静音 低于多少分贝 时间怎么样 是静音 什么样是音频 是不能删的 什么样是能删的 就选区的基本操作 那么这个声音 到底是怎么录进去的 是吧 咱们看下一章 下一次啊 咱们讲了 就是说这声音 是怎么录进去的 其实是通过声卡 这种东西 记录声音的 怎么录的 好 咱们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